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一千七百零七集,天逆大门。 这十多个绿魔舟修士,此刻一个个低头,神色极为恭敬,向着那散去了玄节围压后,忠心地带些妙崩溃所化的风暴一拜。 那风暴中的空节气息极为浓,卷动天地而起,在那风暴中呼啸肆虐,散开八方中,视着天地色变,苍穹必退一般。 在那风暴内,有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,那身影修长,一头长发在雾气内飘动,看不清样子,但那空节的威压正是从这身影内散出。 虽说仅仅是空节初期的威压,但却给了这四周所有修士,一种来自心神的颤抖,死他们面对的绝不是一个空节初期之人,而是一个修为到了空节最巅峰的无上大尊。 那风暴内的身影,在许久之后,慢慢地一步步走出,渐渐地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,直至完全地走出了风暴后。 王林看着天空,神色平静,他感受到了身体内在毁灭了第九次玄节后,如同是红开了压制其修为增长的隔膜,使得其修为骤然攀升,直至进入到了空节初期的程度。 空节,王林闭上双眼,在他的体内,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急速转动,那漩涡内散发出惊天的气息。 在这股气息下,王林有了一种似张开就可以握住天地的感觉,这种感觉很奇妙。 半闪后,随着王林身后那风暴慢慢消散,王林默然睁开双目,其右手抬起狠狠地一握之下,阵阵砰砰巨响在其手心内传出。 一股超过了空节初期的恐怖之力,在其手中赫然凝聚而出,随着其右手一握,其脚下大地立刻轰鸣,却见无数裂缝,骤然间咔咔撕裂开来。 向着四周横扫蔓延之下,其体内那空节微压轰然扩散,四周那十多个绿魔舟修饰,一个个神色变化,积极后退,惊疑不定地看向王林。 他们在王林身上没有感受到任何属于绿魔蝎的气息,此刻看去中,这十多个修饰面色一变。 空节的感觉,王林低头看着自己握住的拳头,正要离去,但忽然间他神色一动,感受到体内灵魂中蕴含的天逆珠子,在自己成为了空节修饰后, 赫然幻化运转开来,传出阵阵吸扯之力,似要从自己身体内散出,向着下方大地蔓延而去。 甚至隐隐地,王林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,体内天逆珠子上散出一股意识的波动, 这股波动啊,透出一股强烈的渴望,这种意识的波动,王林在没有成为空节前,绝无法如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察觉到。 随着其修为的增加,似着天逆,也变得大为不同起来。 王林双目寒光一闪中,略移沉吟后,其右手默然抬起,向着下方大地一拳而去, 在其拳落的过程中画拳为掌,在这一拍之下,大地轰轰,那无数裂缝直接崩溃, 向着四周无穷卷起,扩散开来,一股毁灭之力,轰然爆发,进入大地后, 使得大地崩溃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形深坑,此坑大小约数千丈范围, 向着大地深处疯狂地蔓延,转眼间呢,就深入这大地最底部, 在这些庙底部啊,正是那镇压绿魔蟹魂所在之处, 此刻亡灵一掌之下,地面坍塌,那巨大的深坑, 赫然直接与那封印歇魂之地,立刻连接在了一起,被强行轰开, 在这大地被轰开的刹那,一声让四周那十多个吕魔舟修饰心神颤抖的嘶吼, 从那深坑中骤然传出,这声音极为凄厉,更有一股滔天的怨气轰然爆发, 在这嘶吼中啊,却见那深坑内立刻冲出大量的绿色雾气, 这雾气如同气柱一样,直接从深坑内冲天而起, 在天空上,赫然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绿魔蟹子, 此蟹约数万丈大小,出现之后啊,立刻遮盖了天空, 形成了巨大的阴影,笼罩大地的同时, 那十多个绿魔舟修饰一个个神色露出骇然, 绿魔大人,这,这发生了什么变故? 绿魔大人之魂既然出现,那,那么此人又是谁? 难道他不是绿魔大人夺舍后的复活? 这十多个修饰之前啊,便有疑惑, 此刻在看到那深坑中冲出的绿色雾气, 形成了绿魔蟹魂后,一个个心神轰鸣, 一个让他们无法置信的念头, 立刻浮现在脑海内。 王林?他是天牛州的王林? 这十多个修士中啊,其中有一人来自盗魔宗, 且此人啊,正是一百多年前在绿魔州与梦土州边缘位置, 参与了追杀王林的盗魔宗修士之一。 他之前内心便有些迟疑, 此刻脑中轰鸣间啊,立刻认出了王林的身份。 那从深坑内散出的绿魔之魂啊, 发出了剧烈的嘶鸣, 其巨大的身体在天空闪烁, 死死地盯着王林。 其身体上有四道红色的符文印记, 分别封印在其头部、尾部以及前后身躯上, 散发出镇压之力。 这四道符文印记啊, 正是当年先祖施展出来, 用来镇压子魂, 化作绿魔舟的力量。 王林的身体在这绿魔蝎面前极为渺小, 但他站在那里, 冷漠看去, 却是散发出足以压过那蝎魂的气势。 他白发披肩, 在那蝎魂幻化嘶吼的刹那, 右手缓缓抬起, 向着那蝎魂默然一拳打出。 这一拳呢, 蕴含了王林盗鼓之力的同时, 更是把他体内的空节修为全部爆发出来, 形成了一股轰天之力, 直奔那蝎虎而去。 鸿鸣在瞬息间惊天而起, 那蝎魂全身一阵, 身子漠然倒卷, 其身仿若被狂风呼啸, 要生生吹灭一般, 但就在这时, 这蝎魂身体上的四道符纹封印, 却是骤然闪烁起来, 在那闪烁中, 生生地抵消了王林这一拳之力, 使得那蝎魂在退出了数千丈后, 其身一救。 那蝎魂通体一阵中, 再次咆哮起来, 庞大的身子一晃之间, 直奔王林冲来。 与此同时, 一个阴森愤怒的神念, 在这四周回荡, 防武绿魔修士, 斩杀此人。 在这神念扩散中, 四周那十多个绿魔修士, 一个个神色变幻, 盯着王林, 立刻齐齐冲出, 化作十多道长虹直奔, 王林而去。 先祖的封印, 这么多年来, 还是如此强大, 可见当年先祖的修为。 王林冷冷地看着那蝎魂临近, 他体内那天逆珠子的运转, 在此刻已然达到了极限一般, 从其内传出的那股渴望的意识, 更为强烈。 目光一闪, 王林右手抬起, 向着那来临的绿魔鞋, 骤然一挥肩膀, 在他的手心内, 却见那一片白光闪烁中, 那天逆珠子, 在王林到来这仙刚后, 第一次出现在了这片天地间。 这天逆珠子刚一出现, 立刻散发出无尽白光, 那光芒扩散中, 立刻映照八方, 那来临的蝎魂, 才看到这天逆珠子的刹那, 愣了一下, 但几乎是立刻, 他眼中就露出了无法置信的骇然与恐惧,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嘶吼中, 其庞大的身子生生停止前行, 疯狂的倒卷急迟后退, 白光, 这是白珠啊! 其恐惧的神色, 骇然的后退, 让那四周十多个冲来的修士, 一个个立刻愣在那里, 目光纷纷凝聚在那散发无尽白芒的天逆珠子上, 这蝎魂后退急迟虽快, 但却快不过那让他恐怖的天逆珠子, 却见这珠子漠然一飞尖, 以无法形容的速度, 直接就临近了那巨大的蝎魂, 砰的一声啊, 在那四道符文印记闪烁前, 赫然穿透着印记的防护, 直接进入到了这蝎子的魂内身, 在进入其内的刹那, 一股恐怖的吸扯之力, 骤然从这天逆珠子内轰然扩散, 那数万张大小的巨大蝎魂, 在四周那十多个绿膜修饰肉眼可见中, 急速的缩小, 一息, 两息, 三息, 三次呼吸的时间中啊, 这庞大的蝎魂疯狂的收缩, 竟然全部被那天逆珠子吸收入内, 转眼不见踪影, 只有那四个仙祖当年留下的印记, 漂浮在四周, 在没有了被镇压的蝎魂后, 猛的一闪, 化在一片飞灰,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, 这突然的一幕啊, 让那四周十多个修士几乎魂飞魄散, 此刻的亡灵在他们看去, 如同噩梦一样, 顿时疯狂的四下散开, 各自不顾一切的施展神通, 用最快的速度积极逃顿而去, 亡灵没有去追这十多个人, 而是站在那里, 望着吸收了完整歇魂的天地珠子, 目光一闪中, 其右手抬起, 虚空一撞, 立刻那天地珠子直奔亡灵右手而来, 被亡灵握在了掌心内, 在握住这天地的一瞬间呢, 亡灵身子漠然一震, 他清晰地感受到这天地珠子, 死又有了又一次的圆满, 其内正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, 略移沉引, 亡灵右手向着四周一挥, 立刻在他的四周凭空出现了一片风暴, 这风暴笼罩四周千里, 散发出恐怖的气息, 阻止一切生灵踏入其内, 做好防护之后, 亡灵没有犹豫, 却神石立刻轰入天地珠子内, 他要去看看这天逆珠子再次圆满后,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, 在亡灵神石进入手中天逆珠子内的瞬间, 他眼前皱然一花, 待清晰时, 他已然出现在了一处无边无际的虚无之中, 那虚无极为浩荡, 天空中有着一扇似连接天地的巨大的门, 那门上有一只青色的手臂散发出毁灭的气息, 天逆大门, 同样的大门, 同样的手臂, 亡灵之前见过几次, 但凡是天逆圆满, 就可出现这样的大门, 亡灵曾经进去过, 但最终还是无法从其内看到任何之物, 他看到的只是那一片苍茫, 尤其是那青色手臂, 更是蕴含了极为强大的力量, 阻止一切人踏入那大门中, 如今呢, 亡灵再次站在这大门外, 看着那大门, 看着那青色手臂, 亡灵沉默, 那谢昏死前曾说, 白珠, 是什么意思啊? 亡灵目录沉眼, 许久, 其双眼内散出金光, 身子一晃, 向着那大门一步步缓缓走去, 在他临近这大门的刹那, 突然, 骑上那青色的手臂, 移动之下, 带着一股威压, 直奔亡灵一把抓来, 奇速之快, 于刹那中临近亡灵, 那伸开的五指, 更是在这前行中, 祸开了五道, 虚无划痕, 亡灵神色如常, 脚步没有丝毫停顿, 向前行走间了, 右手抬起, 对着那抓来的巨大手臂, 默然一拍, 这一拍之中啊, 天地轰轰, 却见那青色手臂, 通体一阵之下, 默然倒卷, 直接被亡灵这一拍, 生生掀起数十丈之高, 这当年让亡灵恐怖的手臂啊, 如今在亡灵成为了空节大尊后, 已然起不到其阻止的作用, 亡灵平静地一步步走向那大门, 其步伐不快, 但每一步落下, 都会有轰然之声回荡, 似他的双脚要踏碎虚空一般, 在距离那大门还有七步之时, 那被掀起的青色手臂, 默然抬起中, 再次向着亡灵呼啸而来,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,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, 《鲜逆》, 作者, 耳根, 演播, 丸子, 冯宝宝, 后期制作, 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